大家好,我是言語治療師鄺姑娘 中風是香港的第三號殺手 每年有大約18,000宗中風的個案 因為中風令到腦神經受損 會導致不同的溝通障礙 今天我們會集中介紹其中一個 中風之後出現的溝通障礙 失禦症 除了中風之外 腦受損、腫瘤等 不同令到中樞神經受損的狀況 都可能會造成失禦症 失禦症會令到一個原本正常的人 變得聽不明白別人說話 又或者是不會說話 對於文字的理解和表達也會受到影響 患者可能在理解和表達方面都出現問題 又或者在其中一方面出現特別大的問題 不過失禦症的類別繁多 每一個個案的病徵和影響都會不一樣 主要就是要視乎中樞神經的哪一個區域受損 又或者傷得多嚴重 如果你身邊的人因為失禦症 又原本一切正常又變得聽不明白 又或者是不會說 一定會覺得很困擾 但只要得到適當的治療 情況就會大大改善 現在我們有請這方面的專家 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大學 溝通科學及障礙學系的副教授江柏軒博士 跟我們說多一點有關治療的資訊 你好 江博士 我想問一下 我們究竟怎樣知道一個中風病人 需不需要接受治療呢 如果不接受言語治療 又會不會自己康復呢 其實未必所有中風的患者 都會出現溝通障礙這個問題 但如果發現有典型的失禦症的症狀 其實就應該需要接見言語治療師 根據醫管局的數字統計 言語治療師在醫院接見的溝通障礙患者當中 大概有六成三的人士 都會有言語理解 或者言語表達的問題 至於自己會不會康復 又或者恢復的程度有多少 就會視乎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例如本身那個患者的年齡 那個患者的身體狀況 又或者他們那個認知能力 有沒有同時受損 所以如果患者不想錯失了這個治療的機會 就應該盡快在身體機能大致恢復之後 就接見言語治療師 江博士 我又知道你有很多治療失禦症方面的經驗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過去治療過的個案呢 其實我也見過很多患者 也得到一些臨床的經驗 就是某些因素會提高治療的速度 或者可以加強治療的成效 例如我試過有些病人 他們在病發的初期 已經接受到適切的言語治療服務 一般他們的進展都會好一些 又另外如果有一些家人 可以很正面地協助患者進行訓練 又或者那個患者本身很努力地 去做家課練習 一般他們的進展都會好一些 江博士 請問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現時治療失禦症方面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目前是沒有一些針對治療失禦症的藥物 但是就著個別患者的需要 言語治療師 都會從以下幾方面去治療失禦症 譬如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有道方法 好像語音、手勢、動作、表情、照片、文字等等 去提升患者的自發性口語表達能力 我們都會訓練患者去利用一些關鍵字 或者相關的詞語去表達 增加他們的有效溝通行為 如果有一些患者他們本身的理解能力比較差 我們就會運用一些適當的言語刺激 去改善患者的聽課理解能力 亦都有些患者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適當的輔助溝通工具 譬如好像溝通簿 或者書寫等等 去提高患者的溝通技巧 以及他們的生活品質 江博士 我又想問一下 有失禦症的病人 是否看了言語治療就可以康復呢 其實失禦症的康復黃金期 一般都是在病發後頭過幾年 但是患者如果在中風後頭過六個月 已經接受言語治療服務 其實他們的進展會比較明顯 所以積極接受治療 以及持續參與康復的訓練 對於失禦症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謝謝江博士 中風對於患者和家人來說 可能是一場大風暴 但是千萬不要絕望 其實越早能夠振作 接受復康治療 並且在家人的支持和推動下 相信很快就可以見到成效了 如果你們身邊有中風患者 需要復康治療 歡迎向理工大學言語治療所查詢 如果你們有其他失禦症有關的問題 亦都歡迎你們瀏覽我們的網頁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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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